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媒今日俄罗斯的报道链接 讲的也是和咱福建舰海事有关的新闻 其标题就叫 中国开始测试其下一代航母 为了方便各位同志阅读理解 我在这里先把RT的报道原文 给大家简单编译一下 据中国官媒报道 5月1日 中国海军开始了其第三艘 也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型航母 福建舰的海事工作 这项测试标志着福建舰距离 福翼又进了一步 据了解福建舰的排水量约为8万吨 相比之下 中国海军的另外两艘航母排水量 约为6.6万吨的山东舰和6万吨的辽宁舰 只能说是相形见处 环顾全球 现在只有美国海军才拥有 比福建号体量更大的航母了 福建舰拥有平直的大飞行甲板 配备了目前最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 这赋予了它空前强大的航空作业能力 拜电弹系统所赐 和山东舰辽宁舰相比 福建舰可以起降更大更重的舰载飞机 福建舰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该舰于2022年6月首次公开亮相 当时正值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福建舰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目前正致力于 魔力的最新锐的大国重舰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 和其前辈相比 福建舰的作战范围更广 可以在距离中国本土更远的地方 支持更先进的舰载飞机的航空作业 这无疑提高了中国海军的 蓝水作战能力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 约翰·布拉德福德肯定的表示 对中国海军而言 福建舰的海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在过去如此级别的顶级航母 只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看拥有 这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精英海军俱乐部了 而如今随着福建舰的到来 中国也获得了进入这家精英海军俱乐部的入场圈 另一位专注于中国军力话题的美国研究员 就职与声名狼藉的美国反华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布莱恩·哈特 则表示 毋庸置疑一旦福建舰正式入役 它必将成为不断增强的中国海军军力的最显著象征 报道称 中国拥有目前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海军舰队 包括各型舰艇340多艘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之中 福建舰预计将于2025年底或2026年初服役 另据《环球时报》此前报道 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 中国海军政委袁华智在接受香港商报记者采访时 曾经表示 第4艘中国航母可能也快呼之欲出了 就这 我看完RT这篇报道之后 脑海里头蹦出来的第一印象就是 就这 这有什么可稀奇的 RT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内销转出口的 我在国内媒体上又不是看的当 犯得着还上RT看他们脱了裤子放屁吗 听完我这一通嘀咕 我朋友乐了 你先别着急呀 重点不是RT这篇报道本身 而是他们的评论区 你看了就知道了 于是乎 我又去瞄了一眼RT的评论区 好家伙 原来金华都在这里头藏着呢 明智之举 中国的海军力量 已经在其沿海地区 获得了彻底压倒性的优势 现在就算是华盛顿的那些魔证人 也得在意图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之前 好好琢磨琢磨 我觉得这些巨型战舰 其实已经过时了 他们无法阻挡 从远距离上 骑射过来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甚至就连中国也造出了 专门用来继承航母的反舰导弹 他们今天之所以 还要继续建造航母 我想唯一的原因 就是他们要给他们的船厂 创造就业机会 真是浪费啊 这些钱本可以用在那些 比杀人更崇高的目的上的 你说的没错 现在的航母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肩不可摧了 但是福建建此去 中国可以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 任何国家都不要再妄想 用遏制和封锁的狗绳 来捆住东方的麒麟了 从今往后 普天之下 所有与中国为友的国家 所有中国的影响力 可以投射到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 卓卓艳阳 还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朝朝明月 必朗召之 我觉得俄罗斯也应该像中国这样支冷起来 话说我们的库森佐夫号现在怎么样了 他大修结束出干船屋了吗 加油啊中国 你现在是我们全村人唯一的希望 他们终于不再照着俄罗斯航母一样换葫芦 这还是第一艘吧 真不容易啊 下一代航母就像是下一代船征机 它不过是对一个过时概念的小修小补罢了 中国海军仍然弱于印度 进度上也落后 中国和印度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楼上的谁提你们印度了 你们老一整就这德行 为什么你们印度人就不能支冷一点 让中国人去操心他们的事情不行吗 看着人家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发光发热 就这么折磨你们吗 不再幼稚的拿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了 好不好 这船看着跟用乐高积木雷起来的一样 中国人造航母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美国人造航母则是为了侵略那些 弱小的民族和人种 比如宗种人 中国也许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保护人民的方式 即将保卫国家的战场从陆地转移到了海上 前线依然存在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们会在那些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 既然中国能在疫情肆虐期间 仅用短短的两周时间就建成方舱医院 也能在短短几个月内 在南海人造岛屿上建立起攻势完备的军事基地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就没有什么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航母已经完全过时了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还要在这些老古董的身上浪费金钱 得了吧 你们印度人就酸去吧 你们别说是造出像福建舰一样的航母了 你们甚至就连合作的厕所都造不出来 乌拉 中国棒极了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 如果俄罗斯能与中国签订合同 让他们为俄罗斯海军建造一批航母 那该有多好啊 当然 建造航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花费很多年也不奇怪 但我们还是应该未雨绸缪 俄罗斯击败乌克兰之日 便是我们的新航母开舰之时 二 是你吗 我英俊的乌里扬诺夫斯克 不止RTR 纵观朋友给我发过来的 从其他俄媒频道上 截取下来的俄罗斯网民的评论 我同样能在浏览他们的过程中 感受到俄罗斯人在凝望福建建时的 那种百感焦急的复杂心情 这简直太棒了 我已经无语临掖了 现在我就好奇 他到底能搭载多少架飞机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超级大国 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 明确的管理计划 及其无语伦比的执行力 回望20多年前 中国甚至连一支稍微像样点的舰队凑 还凑不出来呢 而现在呢 一晃眼 他们已经拥有三艘航母了 福建舰可真是了不得 这艘航母甚至还能搭载舰载预警机 设想一下 要是这样一艘航母 成了中国海军的舰队核心 哎 我们对中国人也只有羡慕的份了 真遗憾 明明是我们先开始造航母的 现在却让中国人走到了前面 中国人为了发展 简直可以说是废寝旺石 朝鲜人也这样 进步并不发生在西方 进取兴也绝非只是西方人的特权 让我瞧瞧是谁在评论区里 嘲讽福建舰是反舰导弹的火把子的来着 你猜猜看 现在是哪个国家的反舰导弹技术 处于遥遥领先的低位 你以为美国的航母 就不怕来自东方的反舰导弹了吗 福建舰的排水量有8万多吨 应该能搭载40来架飞机 我曾经写过一份文档 说是苏联的末代航母 乌里昂诺夫斯科号的设计图纸 也被中国人搞到手了 现在他们正基于相关技术 导弧004号航母 这艘估计就是核动力的了 中国人的这艘航母 看起来可真像我们的乌里昂诺夫斯科号 你快拉倒吧 福建舰和乌里昂诺夫斯科号哪像呢 福建舰采用的是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 而乌里昂诺夫斯科号 用的还是上一个时代的蒸汽弹射技术 不仅如此 乌里昂诺夫斯科号还保留了华越甲板 如果非要说福建舰长得像谁 仅从外观上看 我觉得它看起来也应该更像是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才对 对于那些总爱吃中国的豆腐的人 我要提醒你们一句 乌里昂诺夫斯科号工程的主导者 苏联航母总师阿尔卡基 瓦西里耶维奇 马里尼奇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 中国就快发育成南海龙王了 西方有人要抓尔劳塞喽 中国这活干的可真利索 要是我们的库斯捏索符号航母 和纳西莫符号巡洋舰 也能像福建舰那样神速 那该有多好啊 为什么你要发这个 为什么要勾起我悲伤的回忆 我不想谈论这种伤感情的话题 中国在造航母 而我们却只能造些排水量不足 2000吨的小小巡逻舰 我们的库斯捏索符号 已经是1985年的老古动物 它在那个年代固然是一座标杆 但是现在一晃眼已经39年过去了 中国造船工业 已经把我们远远的甩在身后 回望1985年 当年的中国 连一艘像样的护卫舰都造不出来 而现在呢 瞧瞧福建舰 美丽强大自信 反观我们呢 除了卡拉库特级轻型护卫舰之外 我们的造船工业 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吗 中国人真的是太酷了 他们可不光是只上谈兵而已 而是真真切切的 将自己的宏伟愿景付诸实践 我现在就好奇一个事 咱们的库斯捏索符号 他还能修好吗 是你吗 我英俊的乌里扬诺福斯克 我威武的乌里扬诺福斯克 我魂牵梦绕的乌里扬诺福斯克 没想到今生今世 我还有幸能再见到你一面 今天你的样子 比当年的还要令人陶醉 比梦中的还要令人着迷 三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请教了一下朋友圈里的军迷 这才知道 原来这些俄罗斯网民 心心念念的那个乌里扬诺福斯克号 原来是苏联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 同时也是最后一艘弹射型航母 乌里扬诺福斯克是苏联海军的终极梦想 是苏联在航母领域最接近美国的一次尝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艘航母最终却没有建成 因为苏联的分崩离析 亲生且疲蔽的俄罗斯造船工业 根本无力承担这样一艘宏伟巨舰的建造任务 所以原本已经上了船台的乌里扬诺福斯克号 最终还是被当成废铁给拆掉了 如今残留下来的能够证明 他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痕迹 便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老皇帝和老照片了 我说怎么福建舰的海事会给这些俄罗斯网民 带来如此巨大的情绪感触呢 何这原来是堵物思人呢 这让我想起了中文互联网上那个真伪不变 但是流传极广的 据说是出自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之口的 关于苏联瓦良格号航母的故事 大家都问我 为了将瓦良格号造完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那我来告诉你们 如果想要让瓦良格号下水 我们需要的是一整个苏联 我们的党中央 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军委员会 9个国防工业部门 600多个相关专业 还有8000多家配套厂家 总之我要的这些东西 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给予我们 然而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觉得把这个故事的主体 从瓦良格号改成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听起来其实也不为何 说白了 俄罗斯人追议的并不是魏晋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工程 而是那个创业未办却中道崩促的苏联 是他们虽然不幸走上了一条歪路 但毕竟也曾光芒万丈的不大统于天下的伟大夙愿 是那个被他们自己亲手埋葬的 无论再怎么懊悔 也不会再回来的红色梦想 不知道这些俄罗斯网民 有没有读过中国唐代诗人崔护的提都城南庄 如果读过的话 那么我想他们此刻应该就能理解崔护 当年在抒发心中感慨时的那种心情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虽然说起来有些令人感伤 但是福建建的大气将成终究是一件幸事 无论对于我们中国网民 还是对俄罗斯网民 亦或是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民众 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 我觉得大家伙还是应该高高兴兴的 哪怕远在千里之外 但你终究也是 淫望着福建建远去背影的人群中的其中一个 虽然福建建不是乌里杨诺夫斯克号 但是你我在心意上却是相通的 红旗终究没有倒下 星星之火在太阳升起的东方 依然顽强的燃烧着 你我的思绪 在这灿烂的季节里重蓬 我多希望你能送给我一件礼物 如果你不知道该送我点什么好 不如你就送我一首当年 你教会我的歌吧 虽然我在心里比谁都明白 那个真正教会我唱这首歌的人 早就铸留在了1991年的冬天 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他 我会继续循着他留下的道路 一往无前 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孤独了 一条小路区区弯满西游场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西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西长的小路啊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哇哇哇 round 谢谢大家